台中这一场记者会很不一样的是 在场至少有四位都是来自台大毕业的 那么包含了交通部长林家龙 桃园市长郑文灿 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 全部都聚集在这里 要发挥学长的魅力 拉台学弟 庄敬成的选情 保台最前线的台中的铁三角 能够合体 三加三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需要能够把所有的声量聚集起来 台中第五选区庄敬成的这个选情陷入胶着 另外还有两个地区也需要紧急救援 其中站出来选举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挑战一个不可能 但是这几年 其实我们往前走一步 有时候是往后退两步 其实我们的台湾的民主 跟我们要反中国反极权 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不是能够一直让台湾人民 能够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让台湾的人民跟我们往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包含第三选区的洪慈庸 四年前他对上这个对手杨琼英 那么从对手的手中抢下立委一席 这一次杨琼英又卷土重来 选情也是非常的紧张 那么另外最近狂打网路空战的这个陈伯伟呢 不只出了一首听海的MV 跟对手大拥抱之后呢 也出席乡挺绿营 那么这次靠着三位大学长的魅力 同时不只是出生于台大 他们还是这个学运的大前辈哦 那么希望透过这三位大学长 大集合的声势 替这个学弟 还有年轻一代的立委候选人 加油打气